CNN15號援引了多段經過審核過的視頻 看到一些畫面顯示以色列士兵在加沙對平民的表現 有冒犯和不尊重的行為 比如焚燒食物、破壞商店、洗劫文宅等 對於這些相關視頻 以色列的國防軍在回應中 並沒有對他的真實性提出異議 而且是譴責士兵的行為 而且會對這些士兵的進行懲戒 可以這麼說他承認這是事實 CNN描繪了一段視頻 看到有以色列士兵在加沙燒食物 畫面中以色列士兵說 我們只是在加沙城附近的借賈亞地區 他們一個人是一個當時的地區是人道主義情況 即是條件非常之差的地方 爛了沒有東西吃的地方 他拍攝到這些士兵在焚燒食物的鏡頭 國際組織曾經警告當地居民有死於飢餓的風險 是沒有東西吃的 但是他當面在視頻裡竟然是焚燒食物 燒的時候 一名以色列士兵就說 我們在這裡開燈 對這個黑暗的地方照亮黑暗的地方 現在將它燒到整個地方沒有痕跡為止 另一個士兵同一時間繼續在這裡點火 CNN就說 有很多視頻顯然是以色列士兵自己發佈在社交媒體上面 而在以色列持續對加沙發動攻勢之際 這些視頻是加劇了國際社會和人對這些義軍的行為相當不滿 CNN也提到另一段視頻顯示一名士兵 義軍的士兵翻看一名婦女的衣櫃 而且對阿拉伯婦女發表性別歧視的言論 也有視頻顯示一名義軍的士兵在加沙北部 在一間商店裡面進行破壞 將這些商品一個一個拿起來扔到地上 扔到櫃檯上面 也有些視頻看到一些在那裡笑著的義軍士兵 就是那兩輛軍車在那裡撞 摧毀一些民間的汽車 也有士兵踩著一些小孩子的電單車在那裡玩 就穿過了一棟破壞了毀難建築物 在那裡取笑那些民居沒有食水 網上的一張照片顯示一名義軍的士兵 站在一個噴溃用希伯來文寫的標語的牆前面 標語寫什麼呢?標語寫著 對於這些視頻 CNN說以色列國防軍在回應詢問的時候 是沒有否認真實性的默認的 也沒有否認義軍的士兵是參與其中的說法 沒有 而且義軍還譴責這些士兵的行為 就是默認是承認的 說他們是不符合規定 這些小事者將會受到懲罰 以色列國防軍在發給CNN的一份聲明之中 就說明義軍已經是採取了行動 並將會繼續採取行動 查明是不符合義軍士兵 預期道德和價值觀的一些不當行為的表現 就是這些侮辱性的行為 那麼義軍會查 不過當被問到有關這些措施 懲罰措施的具體細節的時候 以色列國防軍是沒有回應到的 好 帶到我們講下一個話題 這個下一個話題就是講到 乙軍是誤殺了三名自己以色列方面的人士的 根據以色列媒體的報導 乙軍在加沙市的東部 那個地方叫舒加艾耶 一個社區作戰的時候 發現了三個穿著 他用這個字形容 穿著很兇猛服裝的人 就向他們的方向走過來 那麼這些乙軍是認為這三個穿著兇猛服裝的人 是有威脅 就立即向他們開槍 而且將他們擊斃 打死了 那麼乙軍說在隨後 當時也不覺得 當他們打掃戰場的過程裡面 那麼前線有些士兵就對這三個被擊斃 穿著兇猛服裝的人的身份 將這三個人的屍體轉運到蘇拉陸軍基地 進行身份的識別 發現原來這三個都是哈馬斯10月7日 從以色列南部被敷走的 以色列年輕人士來的 原來這些都是以色列人來的 那麼以色列媒體認為 這三個人穿著很兇猛服裝 可能是軍服 很兇猛服裝 我對他們來說是 這些服裝是哈馬斯的武裝人員 是提供給他們的 那麼在以軍發現他們的時候 他們應該 原來是逃離了哈馬斯的掌控 或者逃出了 已經逃了出來的了 那麼他們正是試圖 是找到以軍 就是投軍回以軍的 這些以色列人士已經逃了出來的了 已經擺脫了哈馬斯的控制的了 那麼這三名人士 都是以色列籍的 很年輕的男性來的 年齡是25到28歲之間 那麼以色列軍當然表示 是會徹查這件事 就對被誤殺的幾名人士的死者家屬 是轉達了慰問 對這件悲劇是深感後悔 那麼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說什麼呢 很有趣的 他的回答就是說 就針對這個人士被誤殺的事件 內塔尼亞胡的答覆就是 自己跟所有以色列人一起都是這麼哀悼 並稱以色列的勇士 正是不畏犧牲地完成 營迴人質的神聖使命 這麼說 他竟然作出一個這樣的 好像不是很相關的語應 那麼美國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發言人 阿比就表示 他說這件事誤殺人子這件事令人痛心 他相信以色列將會徹查這件事 他說美國現在不了解 以色列軍為什麼會犯下悲劇性的失誤 但是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已經聽了 這個安全聯隊有關誤殺事件的簡報 總統拜登是知道的 那麼其中有一名 租誤殺人子的家屬 就向媒體表示 他說本來是以為人質能夠在將來的人質的互換之中 回到家裡的 當前的戰事令到所有人都做出巨大的犧牲 尤其是當然對他們一家人而言 因為當然他的家屬是被誤殺 等不到被互換人質回來那天 那麼在15號當晚有幾百名人質的家屬 在台拉維夫以色列首都的臨時組織了一些抗問 看見不行 再打下去 可能救回人質的機會是很低的 那麼他們是舉行了一些抗議活動的 那麼據以色列媒體報導 當場有人是要求以色列政府 活著地救回人質 而不是將他們在棺材裡面 死了之後才運回來這樣說 這當然是人質家屬的要求 另外也有人指控以色列政府 根本他都不顧士兵 也都不顧人質甚至不顧任何人的性命 而且他一味就是要消滅哈馬斯 其他什麼人的性命都是不顧的 有些人敢指控以色列政府 那麼以色列所謂的戰士內閣成員 今次的一位幕僚長就說 如果內閣是不同意和人質的家屬會面 將會開始絕食抗議 今天是17日香港時間 不知道進行成怎樣 而進管我們要注意的是 人質的家屬 在本輪巴爾衝突爆發以來 他們一直試圖強調解救人質的重要性 希望先救人命 但原來以色列的公眾不是這樣想的 以色列的公眾 其他人不是認為救人質是當務之急 竟然如此 根據台拉維夫大學11月12日公布的民調顯示 只有33%的受訪者認為解決人質是當務之急 三成左右的人認為最重要是先救人質 竟然有59%的受訪者 即是差不多六成認為當務之急 第一件事要做是消滅哈馬斯 這樣才會保證他安全 因為人質被捉了就是捉了 沒有影響我那些 那我隨時會受報復 那要解除我的安全危機 當然要先殺所有的哈馬斯 竟然有六成受訪者 不認為第一件事要先救回自己的人質 而是要先消滅哈馬斯 竟然是這樣 哈馬斯和以色列在11月24日到30日 曾經達成短暫的停火 期間哈馬斯釋放每一個女性或者兒童的人質 以色列方面釋放三個巴勒斯坦婦女 或者青年的囚犯 以方一共釋放了240名巴勒斯坦人 哈馬斯釋放了81名以色列人質 以及釋放了23名泰國公民 以及一名菲律賓公民 那雖然有以色列的民調顯示 這一次停火換囚 上次的停火短暫的停火 是得到很多的公眾的支持 但是呢 原來根據以色列晚報 11月29日 不是很久而已 11月底 進行的一次網友的民調顯示 對於潛在下一步 互換男性的人質 或者囚犯人員的時候 只有12%的網友支持 為此繼續停火 12%認為停火去換人質 有42%是支持 邊打邊換囚 邊換囚 一路要打 一路要換人質 另外有45%是支持 消滅了哈馬斯之後 才再營回人質 竟然是有40% 是最大的比例 是接近一半的人 是不要人質 是不管 消滅了哈馬斯 才慢慢再營回人質 竟然有一半的 以色列的網友是這樣想的 那根據以色列 軍方15日最新的通報 至本輪爆發巴爾衝突以來 戰場上有119名 以軍士兵死亡了 受傷你不要說 這個死亡人數 遠遠超過2008年 以及2014年 以軍兩度在加沙地帶 是部署地面部隊進軍的時候 死亡人數這次當然死得最厲害 哈馬斯現在釋放了109名人質 以軍稱他們自己救了一名人質 其中有135名人質 至少現在已經死了23人 在10日 哈馬斯下屬的武裝派別 卡桑女發言人說 除非以色列 雙方互換被拘留人員進行談判 你說你也是跟我們談 否則你是沒有辦法救回任何被拘留的人員 如果打下去的話 那些人質的意思就是 一定是沒有辦法救得回 這麼說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個平台石樓台都有片看 有網友說想訂閱石樓台看獨家內容 但不太知道網上訂閱怎麼做 我們特別安排了客戶服務熱線 如果有關於訂閱或使用問題 歡迎你聯絡我們 你可以在香港辦公時間 致電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發電郵給我們 石樓台有很多獨家內容 例如十分鐘看中國 是其他媒體比較少說的 中國新聞時事分析 另外石樓台獨家發佈的 六宇人金融HiT財經節目 已經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視頻之外 你還可以在石樓台 看六宇人的文字版 石樓台歡迎全球觀眾訂閱 在互聯網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網站 就可以找到石樓台 希望你們都支持巴士的部 訂閱石樓台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